我们接下来要做TQC 2060的七彩霓虹灯 这个我们要用到的元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原理叫做slider,就是用这一个 但是上面是一个画布,所以我们先拉一个画布出来 画布在drawing and animation,把画布拉进来 我们先把宽设为be a parent 那高等一下再说好,至少我们等一下把底下的元件拉完 再把这个画布很高设为be a parent 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要放的是什么? 接下来放的是要呈现数值的 所以我这里是要放一个navel 这个navel,当然我可以把字稍微设大一点 然后到时候这边要呈现数值的 预设这样子好了 预设我把它呈现 255 空一个 255 空一个 255 空一个 255 哇 OK 好 这代表我预设的数值 好,没关系 接下来呢 来slider slider slider 我就拉一个进来 这个我来当红色的 好不好 所以slider要当红色的 我就顺便改名字一下好了 这就叫slider底线 red 好 但是red呢 好 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你看这个预览里面 怎么这么小块 我怎么拉 所以宽度 我们把它设为dm pair 它就拉宽了 拉宽了以后呢 来 那这边怎么是黄色的 我现在第一条应该是红 光的三原色嘛 红 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是 红色的 诶,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黄色 这边对应有一个书信 color left 颜色的左边 还有这里 我想要设成红色 所以我就调成红色 这样就好了 然后同时呢 来看一下哦 这边还可以调什么东西 这边有一个叫做max value 最大值 我这个滑感要滑到最旁边的时候 它代表的最大值是多少 我们这里应该是25 刚才讲过 颜色是从0到25 那这边还有一个min value min value min value是最小值 minimum value的意思 应该是从0开始 所以我就设为0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叫做thumb position thumb 这个b-down不发音 thumb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滑块 滑块的位置 我要放在哪里 诶 预设我是希望它的甜 但是它是拉满的 所以我这边就调成2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诶 这样子一拉 现在目前这个红色的 就是满色的了 ok 然后 接下来我就要拉下一个 这个呢 应该是光的三元色 第二个 g 就代表green 等一下 好 因为我找到简号 简号是不行的 好 green 好 那也是一样哦 该要调整的是 color length 应该是绿色的 然后呢 宽度应该是be apparent 然后最大值呢 255 最小值呢 0 然后滑块的位置呢 放position 平价是在25 好 绿色完成 再来拉下一个 这个呢 是要当成蓝色 光的三元色 蓝色 所以我这边要改音子一下 就叫做blue 好 slider blue 然后呢 一样 color length 左侧的颜色 是要补入蓝色 然后 宽度 be apparent 接下来 最大值 是255 最小值 是0 然后呢 滑块的位置 应该在25 好 OK 完成 然后另外呢 还有第四个slider 是当做透明度 所以这个slider的名称 我把它秘名叫做 slider alpha slider alpha 代表透明度 也是一样 诶 但是题目当中 透明度 哇 这个color length 是什么颜色 题目当中 它是要用指定 是用light gray 轻的灰色 就是浅灰色 lightgray 好 然后宽度呢 so is the apparent 然后另外 最大值25 最小值0 然后另外呢 滑块的位置也在25 所以都先把它做好了 好 那当然这边都调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 画布 我把它 fear pair 那个高度 画布的高度 也把它fear pair 至少这样子 诶 整个画布就挺 挺高了 OK 好 然后这边就是25 25 25 诶 全部都是满色的情况之下 上面应该是什么颜色 上面应该 旺的三颜色 如果都是满色的状况之下 上面应该是白色 那当然啦 其实 原先看起来也没什么颜色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的地垢就是白色 所以你设了白色 你看还是地垢 所以没有关系 好 那所以 我们这个 画面 诶 Label 1 Canvas 1 其实可以不要改名字 因为总共就只有一个Label 也总共只有一个Canvas 所以这两个不改名 没关系啦 好 那主要的版面 我们大致就做完了 等一下 接下来就是开始写程式的部分了 OK 所以 画布 这上面的摆放 跟Slider 跟Label 这些 请各位先把它完成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来写程式 好